來看台中一個高飛楊小妹 她之前是跟爸爸媽媽去連鎖餐廳吃飯 去裡面吃飯 那當時如果無注意去受傷了 媽媽向一個店家來歡迎 說今天就已經丟傷了 這個老闆所叫家長 相散便宜 這個給家長一張連絡的方式 家長是說餐廳怎麼用安慰來處理 也沒有趕緊叫人來急救 這態度實在是無法接受 楊小妹會吹噸 出現一段長長的空水 讓她疼得咬咬 經濟散意後停了六點 不管這樣空水是怎麼來的 家長表示 是因為在這間連鎖餐廳的遊戲室 裡面的吃飯 所以她出來想像 小朋友去玩那個彈力球 然後不小心掉下來 所以就走在這邊 對 就走在這邊 然後有先去了解說 因為媽媽是一直想知道說 為什麼這樣子 怎麼會受傷 大概很激動的這樣子 不就小朋友跟她餐廳這樣 在遊戲室裡面生彈力球 當時人小妹就是餐廳這樣算 不然就老頭人知道 他們出小胸 不過家長機孔 第一時間小孩一直流血 不過餐廳並沒有基本的包紮 要家長管理開車送去 只讓他有連到方式的抓條 實在很冷淡 這邊我們樓層的話 還是會有服務人員 對 其實就是看到小朋友太大 我們就是趕快先請她出去這樣 遊戲的設備有沒有服務安全 有沒有達到保護小朋友安全的目的 那如果說因為她的設施有牽絕 或怎麼樣的接受到的損害 可以去向業者來要求她賠償 店家解釋 因為當時要盡量時間 這裡請她先開車 然後再討論不會想的事 部分餐廳都會設定 參加這樣的兒童遊戲區 也這裡表示 因為環島年會比較大的小孩 上過多少錢受傷 那有住民 像這個要5歲以下的小孩 這裡可以進去 不過這裡遊戲設施 是不是符合安全標準 是有標示上的實質到現場來看著 內心相關的接近規則 記者 台中總法報道